狂风夹带暴雨 棕榈树几乎蓝腰被吹弯 道路瞬间变成湍急河流 飓风飞奥纳侵袭中美洲灾情相当惨重 家里屋顶整个被吹飞 飓风飞奥纳先是重创中美洲多米尼加河波多黎各 接着又登陆英属土克凯克群岛 受豪雨和河水泛滥影响 岛上电线被吹毁 九层居民现在完全没电可用 飞奥纳目前是三级飞风 每小时风速已经达到将近180公里 但它的威力还在增强 超越五年前同样在九月生成的四级飞风 马利亚 气象专家预测 飞奥纳虽然不会直接登陆美国本土 但进入海洋可能靠近百慕大 接着一路往加拿大前进 也让家国政府警戒 严防 巨风灾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